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家长 各位同学 欢迎收看香港浙汇大学本科入学资讯站 我是浙汇大学电影学院的老师陈一文 今天将会向JUPS和NONJUPS的同学 介绍一下入学的一些要求 以及我们学院的状况 好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事名和玄境 我们准备了很好的私资和资源 但是也需要你的参与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收到 真正对电影有热性 以及有才华的同学 我们才可以真正实现我们的使命 以及完成我们的玄境 好 对于要读电影的课 我们会 希望你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你要读电影呢 为什么你要用电影去表达自己呢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很清楚你的动机 你有一个真正的热成在里面 读书和工作才不会那么辛苦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只是读电影本身呢 其实都挺粗劳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落在其中 否则可能会苦不堪言 好 接着 我们引用了这个导演 David Cronenberg 的名言 其实就提醒大家 电影和其他艺术都是一样 都是以人性为中心的 以表达人性和探索人性 作为我们的任务 作为我们的任务 好 我们看看这个本科的program 我们有一个Bachelor of Communication 是电影主修 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Animation and Media Arts 一个是Film and Television 这个方向 另外我们有一个新的program 是Global Acting 是2020年将会第一次收生的 如果你成绩好 我们学院是会提供奖学金的 好 我们再谈多一点点 动画及媒体艺术专修 其实主要是以数码动画为主 但是对于有兴趣的同学 他们仍然可以选择互动媒体 或者是游戏作为一个方向 甚至我们过往有同学 读Master 的时候 是去到美国的名校 是读建筑的 所以其实以动画 数码动画为主 我们有很多其他相关的方向 给大家选择 那么电影电视就很清楚 是以电影电视制作为方向 那么当然 你读完之后出来 可能会拍电影 或者拍电视 同时也有很多同学 会参与广告 或者是一些视听的制作 那么大家都知道 现在其实是很多网站 很多公司 都有这个要做短片 或者宣传的一些工作 是的 好 我们电影电视主修 是有两个方向给大家选择 一个是专业选项 另外一个是通识选项 那么今年是第一次实施 这个两个option的一个方法 那么大部分同学 应该说今年全部同学 是选了那个专业选项的 那么简单来说 专业选项就是专业课多些 那么通识选项呢 专业课少些 那么你可以多一些学分 去收一些其他的科目 是的 那么我们的program 就刚才提到的 两个program 和其中一个program 里面的两个专收 其实全部都是独立收生的 那么换言之 就是你一入学 第一年就会开始进入专业 和开始会有些专业播 对于独立收生来说 面试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 无论哪个专业 其实你都需要去面对那个面试官 和介绍自己的作品 那么你看回 当然 无论是电影电视 或者是animation 其实那个要求都是一样的 那么当然 你可能会想知道 到底面试要问些什么呢 那么当然我不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需要 第一 是让我们看到 你是对电影有热情的 那么你平时是不会看开电影呢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那么第二呢 你最好是可以拿到一些作品出来 无论是几个不成熟 但是我们看到你是曾经尝试去创作 去做那些东西 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么 接下来的一个面试呢 就暂定在2020年7月20至22日 那么就会在那个中学文行榜榜之后举行的 那么我们看回 刚才说的JUPS 那么 那接下来在nonJUPS的timeline 大家都可以看清楚 那么其实9月我们就开始接受申请 那么去到1月呢 那么那个主要那一轮的申请就会结束 那么面试就立刻就会开始的了 那么如果是nonJUPS呢 当然也都包括了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s 就是刚才说的是 父学士、高金文铭等等 那么对于international qualifications 那么我们会有 你看回那个红色那里呢 是有一些比较提早的面试的 但是其他的timeline呢 跟刚才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入学最基本的要求呢 是332233 接下来这一年我们修生呢 是会采用 是民平市最佳五科成绩 这个方法 那么其中 是必须包括中国语文 和英国语文 那么大家知道 读电影 你要用中文去写剧本 你要用英文去写内文 那么我觉得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要求 那么其他的呢 就跟我们以前相比呢 就会更加flexible 那么大家留意呢 就是第一科选修科呢 必须是甲类科目 但不包括数学科延伸部分 那么至于第二科呢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下面这三类的 任何的科目 好 那么至于其他的要求呢 当然如果你把我们的课程 放在第一位 那么我们会有优先考虑的 那么如果你的中英文是特别厉害呢 那也都会有优先考虑 好 接下来呢 就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都有几多的奖学金的 譬如有些奖学金呢 它虽然名额不多 但是 那个数额是很高的 譬如是 你会看到一个赵小燕女士的 一个奖学金 是五万元的 那么也都有些奖学金呢 它相对没有那么高 但是 其实那个名额是非常之多的 譬如是Jackie Chang的奖学金 那么可以有十个名额在那里 那么同时呢 我们每年毕业呢 都有一个小小的 学院自己的 电影节 颁奖典礼 可以这么说 那么我们会将一些 就是为一些最好的 毕业作品呢 去颁奖的 好 跟着呢 再说多一点点关于这个 Global Acting 因为这个是一个全新的 课程 那么 其实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准备 那么简单来说 这个将会是一个 国际化和 跨学科的 课程 那么我们其实是做了很多research 也都跟业界有很多讨论 那么整个课程设计呢 是根据这个业界的要求 那么 还有希望培养到一些综合型的人才 那么去设计出来的 也都是一个独立修生 那么你看回呢 就 独立修生 很着重几样东西 第一就是英文 那么正如刚才所说 这个是一个 国际化学的课程 无论是老师 或者是学生 都有很大的 那个 国际的成分 比如我们会收 其实都很大量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那么跟着 那个是 大家在表演方面的 经历啊 背景啊 你的潜质啊 那这件事很重要的 那么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多点尝试 去拍摄一些作品 好 那么最后呢 就是因为我们培养出来的同学呢 是希望 不单止是在本地呢 也都可以比较適应 一个国际化的环境 那么所以大家的那个学习能力呢 去一个跨文化去生活 去成长 那个能力呢 其实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 那么 那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Jubus 的申请人的一些 基本的要求 那 那么提起来呢 我们对那个portfolio呢 是很重视的 那么如果你是 没有交portfolio呢 就 整个程序 就会停顿在那儿了 那么我们不会跟着 我们不会去面试啊 也都 也都不会 给到机会去试演 那么所以这个portfolio呢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环节 那么至于nonjubus的同学呢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那么我们对英文呢 是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那么如果你英文 那么略为低一点点于我们的要求 但是你在表演方面呢 可以表现出一个非常出色的才华呢 那么我们也有可能考虑的 那么 那么跟着这个是nonjubus同学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流程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其实都差不多的 好 那么跟着呢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一些主要的活动 主要是过去一年 我们主办过的一些活动 大师班 那么我们都很努力地去 去跟业界的最顶尖的人物呢 去保持联络 那么就尽量邀请他们 他们过来 无论多忙都好 邀请他们过来 跟那些同学去交流 去分享他们的经验 比如大家看到这个 Mr.Hans Brom 他其实是一路帮一位 德国导演拍戏呢 就是一位 柏林影展银行长的导演 那么基本上他大部分的作品 都是这个导演合作 和这个导演合作 那么另外 大家可以看到 是Mazaki Fujihata 那么这个是日本的 新媒体的艺术家 好了 比如Eddie Wong 是本地的 Visual Effects的专家 那么大家在很多电影 其实看到的特效 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那么如果是都喜欢动画的人 一定对许诚毅导演 一点不陌生 譬如 我相信大家都会看过Shrek 或者近年的《竹妖记》 那么 跟着 Donald Smig 导演 他是很厉害 因为他是学生 毕业作品 他就已经拿了奥斯卡 最佳外语片 那么 去年他也都带他最新的作品 来香港国际电影节那里播放 那么我们都邀请他过来 跟我交流 好 那么 陈兴生先生 和余香营小姐 他们是当时做《逆流大叔》 那么 其实很多新的电影照 我们都会 尽量邀请剧组 主创 过来跟堂交流 那么 还有李少卫博士 其实他是在香港成长 起来的一个 做《荷里活》的监制 譬如他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其实已经开始帮《磨虎藏龙》 去做制片的工作了 那么跟着现在主要是在Hollywood 去做producer的 是的 那么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电影人 是的 过来跟我们分享 好 譬如好像舒奇孙生 那对于本地的影迷 应该不陌生了 那整天可以看到他的影评 还有他近年都做了不少电影监制的工作 也都在先浪潮 去培植新人的 好 那么当然我们除了电影创作 其实电影研究 都一点都不会不是 那么我们专门有一个 是电影研究的中心 也都邀请著名的学者 过来办各种各样的讲座 好 去年也是适逢电影学院的十周年 当然也同时是高级文憑的十周年 那么我们也有幸邀请到郭富城先生 那是一个盛典来的 大家都看到很多电影人参与 包括潘腾生先生 是本地大师级的摄影师 他的院灵浴或者功夫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耳熟能长 近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个全球的大学生的电影节 其实过去十几年 其实我们已经是一直在做全球的华语大学生的电影节 但是从去年开始 我们将这个变得更加 国际化和全球化 是的 第一届已经有 1800多个作品去参与竞赛 有90的各个国家参与 今年的数字就会更加厉害 大家看看 今年应该有2500多个作品 超过100个国家去参与这个城市 我们这个电影节 一定会在明年的4月份举行 好 到大家做毕业作品 我们除了有自己全职的老师去负责 也都会邀请业界参与的 当然也有 譬如你看回谭家明导演 他同时也是我们全职的老师 是的 电影学院有一个点子电影工作室 过去这几年 我们支持了很多同学的创作 包括三个短片和一个长片 还会陆续有来的 现在这里特别介绍的是 《消失在老街的少年》 这是几年前一个本科毕业的同学的 长片剧本作品 拿到一个相当可观的投资 有杜奇峰导演去做监制 其实这部电影的 现在的导演 也是我们MFA的毕业生 我相信这些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好 好 《紫河山城》 其实我们每年都有很多作品 去不同的电影节去参与比赛 近年斩获佳积的 应该说是过去这一年 比如陈兆娟导演的《论乐人》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提过 因为他在香港的票话非常之好 亦都在香港电影节 香港电影金像奖 拿到戒职 过去这几年 电影发展基金也都支持 《首部剧情片》计划 到现在为止 都有四位同学 是拿到资助的 好 每一年 其实我们去国际交流非常之多 比如现在你看到 这个是我们在Amazon 就是在美国波士顿的一间大学 一间在电影电视方面 也都非常出色的一间大学 我们有非常密切的交流 而且我们电影学院 还请一个专人 去帮同学送作品 去参加电影节的 因为这位电影节的专家 他了解不同的电影节的特点 他们会喜欢一些 怎样的作品 再看同学作品的特性 去match不同的电影节 避免同学浪费时间 去四围去send 或者浪费这些邮费 其实近年 因为有这位专人的参与 同学在电影节方面 也都有更多的斩获 是的 每一年我们都会参与各大电影节 譬如柏林电影节 我们去过很多次了 还有很多欧洲 日本 美国的电影节 我们都会很频繁地去参与 我们都会很频繁地去参与的 好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将会去的一些活动 好 这个Border Project 是我们和两间美国的大学合作 每一年 他们的同学会拍一些作品 我们的同学拍一些作品 接着我们就会带一些同学去飞去美国 就和他们的作品 放在一起去做那个放映 就等于是一个小小的电影节 也都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除了本地的观众 那到底外国的观众会怎么看呢 你有没有表达到一些比较普世的价值 或者是一些普遍的人性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些挺有趣的经验来的 因为近年呢 其实浙会大学是 越来越重视那个国际化 那校长也都希望有一天 是每一个学生 都有一个国际交流的经验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出外交流 是非常鼓励的 而且是有很实际的资助的 好 至于exchange 也是我们努力去推动的工作 那大部分的同学 如果是想去做exchange 大部分的同学都会选出一个学期 因为相对来说 会比较容易安排 那个学业 也有少数是会选出去一年的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于exchange 的同学 是成绩有少少要求的 那你要是高过一定的分数 你才可以去做 但是从长远的将来来说 其实是希望可以做到 每个同学都可以出去做exchange 是的 那大部分呢 出去一个学期交流的同学 都可以准时毕业的 那有些同学想出去久一点 那 那 其实有时候可能你多補一个学期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课业的了 那我们international office 也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资助 赞助 那大家可以去他们的网页 详细的了解 那近这几年呢 我们每年暑假呢 都会全額资助一些学生 去南加州大学 读那个暑假过程的 那南加州大学是全美电影学院 排行第一的学校 那大家换一个环境 换一种文化 去一个真正的全球的电影中心 去学习电影 那我相信也都有很多得着 那看看我们的设备 首先是这个 道比的全景星工作室 这个在全世界的大学来说 其实可以说都是非常罕有的 那大家看看 什么叫道比全景星呢 那我现在就没有时间去做一个讲座了 那简单来说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speaker 很多喇叭 你看电影的时候呢 你会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个运动的 那所以如果你对声音是特别感兴趣的话呢 那在这里你其实是会拿到一些 在很多其他学校拿不到的经验 那如果是你对声音特别注重的话呢 你将来看电影呢 你可以看一看那间电影院 有没有这个道比全景星的 那你可以留意将来选电影院的时候呢 这个电影院其实是会特别著名的 这个是我们的studio 包括你看到里面有三部高清的镜头 里面整个配置是跟着 业界跟电视台的配置 那我们很多同学在里面除了学习 如何去制作电视节目 包括你去学电影摄影 或者是很多你需要搭景去做的拍摄 都会在各个studio 里进行的 好 我们有戏院 也有几间录音室 一些后期的录音配音的工作可以进行 也有空间给一些同学去看电影和交流 也有很多不同的剪接机房 给不同的同学去用 譬如我们Animation 有Animation 专门的一个lab 因为他们用的电脑 和Live Action 专门的电影 用的电脑和器材 其实是会不同的 那大家看看我们的电影院 现在是这样的样子 但其实它将会变成一个 非常纯慰的高科技的电影院 希望大家应该都有机会用到的 因为我们很快就会做这个翻修的工作 好 那这个对电影学院的介绍 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尽快见到你们 拜拜